老爺 夫人 不好了 小姐她 小姐她 老爺 夫人 不好了 快点喝 这牛奶可以解毒的 快喝 好点吗 怎么办 老爷 彩云怎么了 刚刚小红端了鱼汤 进来给彩云喝 我想过来跟彩云说说话 刚好有只猫跳进来 这 彩云被吓了一跳 汤就洒了 你说重点 这彩云她到底怎么了 反正就是彩云口吐白沫荤倒了 老爷 大夫来了 大夫 我女儿她到底怎么了 她是中毒了 幸好药两不多 吃点解毒菜你就没事了 怎么会中毒的 她好端端的 你们说 这鱼汤是谁煮的 是我 我看到彩云这几天不吃不喝的 我知道她喜欢喝鱼汤 所以我特地弄给她喝的 我是按照颜夫人在世的时候 那个菜谱做的 我希望她喝了之后 心情会好一些 那是谁把鱼汤端给彩云喝的 我看到汤煮好了 我就端了过来 我真的什么也没做呀 老爷 我想这个鱼 是抓上来的时候 就粘上什么的 应该是个意外 大夫不是说没事了吗 那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这两天可折腾死你了吧 吐了好几天 嫂嫂 风声传出去了没有 那些吓人的嘴呀 传话传得比什么都快 现在大街小巷都在说 后妈为了不让你带 那么多嫁妆走 成心想毒死你 最好快点传到爸的耳朵里 看看爸会不会休了他 你想不想看看成果 彩云 彩云 你身体刚刚好一点 就想去你妈的墓地祭拜 你能撑得住吗 今天是我妈的忌日 我想去跟她说我过得很好 就快要嫁人了 让她在天上能够安心 那也是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慢一点啊 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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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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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像话呀 彩云 你没事吧 好 来 慢点 没事吧 就是说他还没说话 是吧 对 小姨 表姨婆 彩云 彩云哪 孩子啊 原来是大姐家人 好久不见了 这样 严家阿姨呀 今天那是大妈的名诞 彩云想好好祭拜大妈 咱们别把这番美意给弄拧了 让彩云安心祭拜 彩云啊 彩云啊 瞧你手的一把骨头 阿姨看得好心疼啊 别哭 别哭 以后有什么心里话 就跟阿姨说啊 我 我不敢出门 怕人说闲话 彩云 彩云 我不敢出门 姨妈姨婆去看你 对 让人知道 对 虽然你妈走了 还有这么多的人来疼你 不让别人来欺负你 对了 彩云 你也已经双十年华了 应该找回好人家 我已经找了媒婆 让她去看看 到时候 你一定会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一生美满幸福的 只要是没有小老婆 也女人勾引 彩云她嫁给谁 她都会幸福美满的 就是啊 就是啊 来 不哭了啊 彩云 来 我们给大妈上炷香吧 去吧 孩子 走 走 来 妈 我好想你呀 你一直都那么疼我 把我捧在手心里 不让我受一点儿委屈 可我那会儿也小不懂事 还总嫌你烦 但你走了之后 我才知道你有多好 妈 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 扔在这个世上 做了十多年的孤儿 妈 你知道没有妈疼爱的孩子 有多可怜吗 妈 我真的好想你 我前两天中毒了 差点死了 那时候我就心想 我死了倒好 就可以去找你了 可是我死了 就睡了某些人的意儿 可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妈了 也像没有爸一样 没有人替我主持公道 妈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好累啊 我好苦啊 就是你 把才能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折磨成什么样子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误会了 我没有啊 我误会什么 才能她多管 你这个做好母的 怎么能忍心虐待她 她好歹也叫了你十年的妈呀 你怎么能下得了这个毒手啊 不是的 我 你的恶心恶重 早就传遍厦门了 你还说没有 你真是欺人太甚了 今天 我叫掩月看看 叫你这个带毒的好母受教训 我姐姐 我就 我你 放开 放开我 你 你 你干什么啊 你这个恶毒的不不不不 我 我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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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没有啊 你太嚣张了 我瞧你刚才那歹毒的样子 就知道参月在家里 过的是什么日子 太嚣张了 你什么都要谈 参月和洪山两个善良的孩子 你都这样 你 你会糟天浅的 大爷 你哪来这话 我真的没有啊 你别想骗了 你给参月下毒 要在赵老爷面前 变派红山的不是 你还把杨浩亏空 都送到他头上 害得他把媳妇的嫁妆 都拿去典当了 变了前来弥补 还不是进了你的药方 大爷 大家 大家听听 堂堂照尽的大少爷 要典当媳妇的嫁妆 这事要是传出去 多难听 多难为行啊 就你这个女人 把赵霞霞霞全丢尽了 就是啊 你们瞧 你们瞧 瞧瞧瞧瞧 你没话了是吧 好 就趁这个机会 今天你就下会给叶月道歉 没错 道歉 对 道歉 对 让他道歉 我没有做错 你们凭什么来关我们家的事呢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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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我是彩芸的阿姨 就不容你来虐待她 对 我们做阿姨的 不会让你虐待她的 就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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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你 阿姨 阿姨 道歉 道歉你 马上道歉 还可以 有点 有点 多飞 有点 无法 有点 转気 牛 老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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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华 老爷 怎么了 手受伤了 没事 我今天不小心跌倒 擦到了手 没事的 你刚哭过啊 没有啊 你今天带彩云出去拜完之后 就一直窝在房间里 饭也不吃 怎么了 是身体不舒服吗 我真的没事 对了 老爷 今天吃药了吗 把老爷的药拿过来吧 是 来 坐 去吧 翠华 辛苦你了 你遇到颜月她们姐妹 还有家人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老爷 遇到她们那些人 一定会让你吃不少的苦头 我知道外面都在胡说八道 说你逼红山赔钱 要独死彩云 这我知道都不是真的 你是在维护红山它的名声 你也没有说出 红山所做的一切坏事 反倒是让其他的人 都来误会你 这是好人难做 后妈难为啊 还有彩云中毒的事情 我知道的 这绝对是个意外 你的为人 处事 是怎么样的 难道我不清楚吗 颜月他们的一些亲人 这样子欺负你 难道你对付不了他们那些女人 难道你对付不了他们那些女人 我也知道 我知道你是不想闹事 你才忍耐 这我全都知道 老爷 你并不是因为itar伤了吗 你 Dumbo 叫我 你 给我 要不是你呀 要不是你 我的家产早就被挖光了 可偏偏嫁给我 又是你的不幸 我 真的是委屈 委屈你们 老爷 你别这么说 就算别人这么看我 这么说我 这么侮辱我 我都无所谓 只要老爷你相信我就可以了 我翠花 就是拼了这条命 都要帮老爷 赶好这个家 照顾好采云 让洪山定下心来 慢慢学好 做生意 老爷 翠花为了你 受什么样的苦 我都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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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总算出了口气 看你包翠花还敢不敢嚣张 苏万 人家想死你了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来夜会佳人哪 这叫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你就平嘴 听包翠花说 已经帮我找好人家 要把我嫁出去了 那可不行啊 你是我的人 你不能嫁给别人哪 而且你这一辈子 只有我一个老公 我也不想 我心里也难受啊 可眼前这局势 我是非嫁人不可 怎么办 怎么办嘛 反正伸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不如你去跟我爸提亲啊 不知不得 老爷会要了我的命的 你怕什么呀 大不了挨我爸一顿的 我姐也要死了 说非你不嫁 他又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怎么就这么胆小呢 难道让我一个人 去跟我爸说 你在这儿做缩头乌龟啊 我 我只怕老爷会把我打死 好让你死心哪 夫人 为了长久之计 你还是嫁人吧 你嫁到哪儿 我就跟你到哪儿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抛弃你的 你说什么呢你 你让我嫁给别人 然后跟你私偷 好 孙万 你就这样把我 让给别人了 我打死你个没良心的 你个混账 我打死你 你要把我 让给别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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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别打了 我这也只是 下下之策而已 我会再跟我爸商量的 你别生气了 乖 宝贝 其实我心里呀 只有你一个人 这是上个月的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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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看 谁来了 浩敏 师伯 你们怎么一块回来了 是啊 这质文是吧 越来越可爱了 调皮得很哪 姐夫 这次我去上海啊 多亏了浩敏兄 带着我见世面 他懂得可真多 人脉又广 浩敏哪 我这小舅子 多亏你照顾了 哪里 孙强 给浩敏端杯茶过来 好 老爷 您请坐 姐夫 浩敏兄 你们先聊着 我带回了特产 给姐姐送过去 好好好 你们先坐 来 坐 来 乖乖坐好了 浩敏哪 这前一阵子 我们洋行里出了点事 我不知道 邱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呀 我知道 我在外面一直忙于公事 邱方大着肚子又快生了 方济的事情照顾不过来 所以洪生收账的事情 不是那么顺利 是你给我面子 才会这么说的 其实就是洪山 他收了账 中饱私囊 又说你们方济没有付款 还让翠华去问了 真是丢脸哪 师伯 过去的事情不铁棒 这个小家伙年纪虽小 顽皮得很 在家里啊一直缠着邱方 闹啊闹 让邱方也睡不好觉 这不 我就一块儿把她带出来了 爸 妈 你叫我妈 妈 爸爸 乖哦 你叫我妈 乖 乘云去 带志文到那边去玩 爸跟方叔叔有话要说呢 嗯 方叔叔 那我带志文去玩喽 去吧 去玩吧 志文乖 我们去玩啊 志文听话啊 你看这小子 就是喜欢咱们家女儿 是啊 春云小姐 今年也十岁了吧 要不是我都这个年纪了 翠华管李赵家 管得那么辛苦 我还真的想让翠华 再给我生个儿子呢 这也省得让我家 那个败家子洪山 给气的呀 啊 大姐 你怎么了 肚子疼吗 你吵死了 能不能安静一点啊 哪儿来的小鬼啊 他是我儿子 他叫我妈呢 你儿子 你要是能生出这样的儿子 除非你跟你妈一样 给人家做小老婆 小鬼过来 过来 我跟你讲啊 他要是给你做妈的话 你就惨了 你天到晚能打死你 知不知道 我才不打他呢 志文最乖了 是不是 妈妈疼你 乖啊 别人说 你还真有点儿那样 小鬼 你叫志文啊 你爸是谁 他是方济方老板的少爷 方济 就是那家小店哪 春云 春云 舅舅 春云你在这儿呢 嗯 你妈让我叫你回去吃饼呢 他是我儿子 志文 乖 你们扮家家 你做妈 他做儿子 那妈要给儿子吃好吃的呀 舅舅从上海带了好多好吃的点心 你去吃好不好 我们去吃点心了 嗯 嗯 蔡云 我叫人也给你送来点心吧 不用了 我没胃口 那算了 我们去吃吧 走 走 志文 好 来 走 靠民哪 靠民 那下回叫麻烦你 带红山去外地做做生意 磨练磨练 否则啊 我还真是担心把赵家交给他呢 您放心吧 洪山还年轻 有的事实间让他锻炼 只要我能帮忙的 我一定会尽力 那就麻烦你了 现在很晚了 不打扰师伯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志文呢 志文他人呢 浩明都要回去了 已经叫人带小少爷去了 马上到 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 怎么不要回去呢 志文 早点回去了吧 春云都陪你半天了 你明天再来我家玩吧 我不要回去 我不要回去 乖乖 我把这个送给你 这个送给你 志文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 你是不是乱拿别人的东西了 天拿到 嗯 诶 有两个妖怪在打架啊 哈哈哈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哦 是刚才解决掉的 刚才解决掉在地上呢 啊 给我跪下 一个黄花大闺女 身上怎么会藏着这个东西 啊 爸 这不是我的 这 这什么呀 我不知道 你还给我装蒜 这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还给方家的小公子给捡到啊你 你真是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不可能 不可能的爸 这 这一定是哪个婢女丢的 然后诬陷我 你要不要我把所有的婢女都找来 一个一个地问清楚 让她们都知道 家里发生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 你告诉我 谁跟你私通的 是谁这么地不要命 敢勾引我的女儿 爸 爸 你千万不要问啊 你这样一问的话 婢女们一定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的 我好没面子的 你也知道羞耻了 你不害怕了 说 到底是谁勾引你的 翠花给我拿家法来 我要好好地教训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儿 拿家法来 老爷 就算彩云真的有私情 断了就好了 你不拿家法是不是 好 我打死你 不要 老爷 彩云可受伤的 你 让开 我打死你 打不得呀 老爷 你小姐已经有身孕了 打不得呀 老爷 彩云 你 我不是不允许你们来往的吗 怎么忽然间有身孕了呢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你们两个偷偷地往来 偷偷地有私情 翠花 连你都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老爷 在几个月之前 我就发现彩云有点异常的举动 那个时候 我发现了她和孙万有私情 可是你也知道 明杰是女人的性命 所以我就没有张扬 我只是不让彩云出门 还把那个孙万给赶走了 然后想办法 赶紧让彩云嫁出去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他们两个 居然背着我私婚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彩云 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说的 爸 爸 我已经是孙万的人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成全我们吧 爸 成全你们 休想 我不可能成全 你跟你个混账小子的 孙强啊 孙强 你在我们赵家当差几十年 居然干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给我滚出去 老爷 是我教子无方 你要把我赶出去 我没有第二句话说 可这两个孩子 是真心相爱啊 老爷 现在时代不同了 做父母的 应该给孩子追求感情的权利 老爷 你就成全他们两个吧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啊 你离开了赵家 但让孙万娶了彩云 然后照样可以分到赵家大笔财产 如果今天我说了 我同意孙万娶彩云 但一分一毫赵家财产都没有 你还要认这个媳妇吗 老爷 我一分一毫都不要 我只想让你成全他们两个 我只想还一弄孙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那个儿子不学无术 彩云的终身幸福 我绝对不会托付给他的 我告诉你 我会找人弄药来 把这个孩子给打掉 你呢 立刻滚出去 再让我知道孙万 来勾引彩云的话 我告诉你 我会要了他的命 爸 你不能这么霸道 我已经有了孙万的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 你不能硬生生地 拆散了我们一家人 你追不投 老爷 要不你现在就大着肚子 两手空空给我滚出去 要不你就把这个孽中 给我打掉 你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 这个狐狸精 他当初进赵家 不是大着肚子的吗 为什么你能去他 我就叫败坏蛮风 一定是他 一定是这个女人在你耳边吹风 挑拨我们家的关系 爸 你现在就是被这个女人摆布的老糊涂 我妈在天上看着 都会死不瞑目的 你居然说这种话 你敢污逆我 你敢污逆我 老爷 老爷 你怎么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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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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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爷 老爷 大夫说了你是玉洁在胸 怒火攻心 所以才会妥协的 你呢 不要想这么多 放松心情 病才会好 爸 你好好养病 你不要生气了 我每天都逗你一下 好不好 翠花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帮着彩云 瞒着我 我真的是太难受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爷 对不起 因为我知道你身体不好 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更何况 这些是家仇 怎么可以外扬呢 让那些街坊知道的话 只会让他们看笑话 所以我才 老爷 老爷 爸 抱住我身体 别想那么多了 爸 这我都明白了 彩云他突然中毒 又叫颜月那边的亲戚 这样整你 都是在陷害你 报复你 因为你发现了他们的私情 还有赶走孙万的事 这彩云真的是太不懂事了 你这是在维护他的名解 他居然还要恩将仇报 他 水花 真的是委屈你了 老爷 我看现在彩云 肯定不会打掉 他肚子里面的孩子 那该怎么办呢 就算他不肯 他也得肯 否则我就真当我 没有这个女儿 爸 趁夫人再照顾老爷 小姐你赶快想办法自保啊 这些都是最近洋行的账目 还有这些货值多少钱的记录 小姐 你可以找人来买啊 我们用十分之一的价钱 就可以出货 然后我再找人来 用比市场价低的价格买走 这中间的差价 就可以保赚一笔啊 那我爸要问我 为什么卖那么低 我怎么说 有熟客人会先付定金 围款再慢慢去收 如果老爷问起来 你就说是定金就行了 干吗要那么麻烦吗 一个个赚差价 我爸不是给我一大笔价状的吗 哎呀 小姐 有包翠花在旁边苏食 你的架手肯定泡汤啊 其实要快速挪钱呢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这地契啊 房契什么的 都锁在那里 只有夫人会开 我们只能像老鼠搬米一样 一颗一颗地搬 不过你放心 一颗钻石戒指 就值不少钱 你很快就会有一笔钱了 再也不用看包翠花的脸色了 你们干什么呢 你嚷嚷什么呢 我刚才都听见了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偷工养行 你们太过分了 我辛辛苦苦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 连我太太的嫁妆都赔进去了 你们却想不劳而获 孙强 你联合彩云一起掏空养行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爸 看他怎么收拾你 少爷 你别说出去啊 我凭什么不能说 哪不成 看着你们掏空召架不成 孙强 你儿子想跟彩云乱来 想先斩后奏 现在失败了 你就教唆彩云挪钱 我就是不能容忍你这种 吃里扒外的东西 哎 少爷 少爷 我算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我跟孙万的事 还帮我们掩饰 我现在就算明白了 你们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知道爸肯定不会同意的 一旦爸知道 一定会没收我所有的嫁妆 全都要给你 你是这样打算的吗 你要是跟孙万没看对眼 我跟卢彦也不能赶鸭子上架呀 爸早就说过了 你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我现在就替我爸守住赵家的财产 少爷 你要是过河拆桥 就太没意思了吧 赵家的财产 彩云小姐也有一半的份 谁都别想独吞 谁说的 我就能 我是独死 我现在就告诉我爸去 少爷 你要是打翻油瓶不服 也别怪我不客气 你有太多的事情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现在就去告诉老爷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你是在要挟我吗 我怎么敢要挟少爷您哪 我只是告诉你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你要是和小姐 把老爷给惹怒了 那只会有一种结果 就是老爷心一横 把这财产都给包翠花和他女儿 这是你想看到的吗 所以说嘛 少爷 小姐你们各让一步 还一人有一半 真闹翻了 就全都是别人的了 你们俩是亲兄妹 要合作团结才是 怎么能自己逗起来呢 孙强 你肯定会袒护彩云多一些 你肯定会帮她的 不行 我不放心 总之以后杨鹤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钱都得分清楚 一分都不能错 少爷 你放心 我一定会公平 做到你 没话可讲 夫人 老爷喝的药熬好了吗 老爷的药已经喝完了 还没去抓新药 没法子熬啊 那唐大夫为什么 不把方子送过来呢 这我不清楚 什么 洪山说不用再送药过去 是啊 少爷说赵老爷吃了我的药 老是不见好 说是要换个大夫 换了哪一个大夫了呢 这我哪儿清楚啊 唐大夫 再给我几天旧方子吧 请你赶紧吧 好吧 好吧 您是订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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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来 怎么识 不信 您好 从我再来 您好 那里 你休息 你 小妈 怎么把爸的药给弄翻了呀 唐大夫看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间换大夫了 你们再打什么鬼主意啊 唐大夫又不是最好的大夫 爸吃了他的药 一点起色都没有 自然要换个更好的 这药方嘛 那自然是跟唐大夫的 有所不同 不过都是为了治好爸的病 你紧张个什么劲啊 我不许你们乱动老爷的药方 老爷身体不好 唐大夫是最了解他身体的 要是老爷吃错了药 万一有什么毛病 谁都不知道 难道我这个当儿子 能害我亲爸不成 天底下可没这个道理 只有那些年轻的济世 等不及老爷天年了 而动歪脑筋的 你住口 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反正以后爸 就吃新方子的药 给不给他吃随你去 你要是还想找那个唐大夫 开旧方子给他吃也成 那就两剂都给爸吃 要是吃多了 吃出什么毛病来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我会好好守着老爷 不会让他吃错的药 妈 你 崔华 崔华 老爷 没事吧 对不起啊 我睡得太沉了 没听见你叫我 我胸口痛 我帮你揉揉吧 好点了吗 怎么了 崔华 你都没有在床上睡 你都已经好几个晚上 都没有沾诊了 你放心吧 我年轻 我熬得住 再说了 睡在你旁边 我怕把你吵醒 你也知道我睡觉大呼的吗 你为了寸步不离地照顾我 连药都自己咬 这怎么能行呢 老爷 你别这么说 照顾你是我的本分 只要你没事 我就安心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彩云的药呢 她吃了没有 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的女儿啊 她一辈子的幸福 绝对不能断送在孙万的手里 老爷 我知道 我知道这件事不能脱 我明天找唐大夫 把这件事做好